hello大家好 我是健哥 从去年三百年就开始大火的NOVO AI绘画 激发了很多年轻人对于深度学习和人工智能的好奇心 即使自己学的并不是相关计算机或者相关理科的内容 对于二次元的绘画创作需求也又是源源不断 毕竟谁不喜欢看艺术图呢 NOVO AI的背后的开源项目是Stable Diffusion 正好有个同学让我要组一台双490来AI换化 但是又要比较省钱的配置 想花钱的配置好弄啊 直接服务器那套拉满就可以了 想省钱的话那就需要精打细算一点的 所以多我们就借着机会来简单探索一下 Stable Diffusion对于计算机硬件配置需求 看看哪边可以省一省 虽然我们这次用的是双490 但是很多用户可能并没有这么多预算 或者想用的现有的显卡试着玩一玩 所以首先就说一说显卡的需求 其实这个课题在之前外媒汤词 哈威尔就已经有编辑发表过测试文章了 链接在简单中 这位编辑就测试得非常认真 他把A、N、I三加显卡都尝试测试一遍 从三加软件的示威来说 生动学习领域就是N卡的天下 AMD的显卡和英特尔的显卡在这里就表现不佳 毕竟像Coda、Tensor Core都是老黄搞出来的 开发的也是基于Coda和Tensor Core去开发的 虽然这几年英伟达在游戏玩家口中经常被骂 但是当AMD还在折腾GCN 英特尔还在吹AVX51的时候 老黄他早就已经提前布局人工智能赛道了 领先AMD和英特尔都不知道哪里去了 而且市值还是他们的4倍 每张的作者测试了512×512分辨率的小图 和2048×1152的大图两种情况下的每秒钟的迭代次数 小图是每张图100次迭代 一次跑10张图的计算频率迭代速度 结果小图测试下4090的效率大约是3060的4倍 而且这个性能表现基本算是符合3DMark里的理论性能差距 前提是只开N卡 但是到了高分辨率的大图下就不太一样了 大图是25次迭代 每次生成三张图片取平均值 在这里40系的效率就大幅领先于30系的 这主要得于40系新一代的探索客 让深度学习的效率大幅提升 顺便提一下 这张条形图中还有一些深色的数据条款 那个正在关闭XFORMOR股下的成绩 这XFORMOR是什么东西 我们接下来会提 接着就是我们自己的测试了 测试看之前 我们先过来介绍一下测试平台和项目 CPU是Intel的i7-12370KF 主板微星的B760M排泄泄泄MAXD5 内存支气16GX2DDR5-6000C30 显卡用的是电竞判客的4090 3060Ti和3060 另外还有公版的3080 我们目前手头就只有这些卡了 其他的配件还有软件的环境相关配置图 就不一一念了 驱动版本528.49 测试的设定我们仿造上面 他们采维的文章底的设定 共分为了三个预设 分别是512×512分辨率 每张图片140迭代共10张 1280×720分辨率 50次迭代共10张 1920×1080分辨率 20次迭代共5张 在这里肯定有观众问 为什么不去设定2K或者4K分辨率的图片 这个就直接看最终成就知道了 那360跑180P分辨率的话 都要花的时间就已经很长了 140迭代每次都要2-3秒左右 跑一次都需要4分钟 2K 4K等分辨率的时间就等了 可以看到我们在低分辨率下 我们这个4090的效率 甚至还不如3080 跑了很多次都是如此 可能是和我们的Trackport的文件有关 或是和设定有关 但是高分辨率的图像还是非常符合预期的 而且分辨率越高 4090优势就越明显 显卡的性能跑完了 但也曾出了很多和显卡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显存容量 多卡并行 PCIe带宽问题 说实话 这些问题也困扰了我们很久 既然这次有机会测这么多显卡 那就研究一下吧 现在研究第一个问题 AI绘画图片到底需要多大的显存 我们试了一下 使用我们拿到的Trackport文件 在不加载Xformal下 并且生成1080P分辨率图片的情况下 RTX3060的显存占用可以有到10G左右 而多数20系30系的显卡的性能容量都是8G 图还没有跑显存就爆了 就像这个RTX3060台RTX3080一样 就直接爆错了 只能降低生成图片的分辨率去跑 这样就会非常尴尬 所以Xformal这个功力库就尤为重要了 它不仅可以大幅度的提升图片速度 而且能显著的降低显存的占用 比如说3060在有了Xformal加载之后 速度就提升了大概82% 显存占用也就只有5G左右了 所以我们强烈建议在使用Sable Diffusion的时候 加载Xformal 至于如何加载和下载 网上的效率还比较多的 我们这里就不做教学了 上面显卡成绩和接下来的占用数据 都是启用Xformal的 我们就不开分开讨论了 这里再多提就有意思了 最近不少有所谓的2080Ti 魔改22G 最早是俄罗斯这个博主发出来的 甚至现在都有这些店铺去专门做改装方案的 大概就是说如果显卡的BIOS支持的话 把以前的1G显存化成2G的 享受下2080Ti变成类似于RTX6000的感觉 可能一些跑计算吃显存的学生会比较关注 有兴趣的可以自己搜索去了解一下 我这里没有多研究就不去多发表意见了 第二个问题 是可以多张显卡一起跑吗 如果是多个显卡同时运行一个图片去完成作用 那可能是不行的 目前软件还没有去做这方面的适配和优化 两张360往上一插 同时也只有一张在跑 所以说让两张360都跑起来的话 只能采取一些比较笨的办法 就开两个Stable Diffusion的进程 让第二个进程使用另一张显卡去跑 这里需要一个小代码 以Windows系统为例 复制一段这个BET的文件 右键边际在下方输入这样一行的命令 XX是数字 这样就可以指定这个Stable Diffusion的进程 都要用哪个GPU 比如说我想用4060打游戏 在打游戏的同时使用闲置的360画画 用关键器的GPU0是4090 GPU1是360 那我就可以在上面的值里面显1 这样就可以指定GPU1 也就是360去画画 就没有4090什么事了 同样的如果说你还用两张的4090同时跑 那就要同时运行两个进程 其中一个进程选的GPU0 另一个进程选的GPU就行了 第三个问题 如果说我有多张4090 那PCIe的带宽够不够啊 正好我上周这个时候也提到的 一个10万块下张分体水的视频 硬盘里装的CPU通道的5.0的MDR插槽 它又和显卡会抢动到 4090就会跑在4.0X8的速率上 看着就很割影 我们现在要用双4090来画画 目前主流的家用平台 都是没办法给出两个PCIe 4.0x16的满速插槽的 而多个4.0x16的满速插槽的话 你的选择就是像AMD和英特尔的高端平台 比如说TRX40 WRX80这种 搭配线程四叶者处理器 或者说10大米的智强W3300系列 加上C621A芯片组的主板 或者说是最近刚出的 智强的W3400240系列 加上W790芯片组的主板 那这些的价格就分分钟起飞了 相对便宜一些的就只能去捡垃圾的 你可以捡到1000块左右的拆机的 消龙3202P或者7D12这种CPU 但是相对硬的主板 它的涨价就挺多了 比如说像5个PCIe 4.0x16的 超微的HLSS Li 从2000多就涨到了3000多 你要去组4卡的话 可能还比较划算 双卡的话感觉还是有点贵了 所以说在市售的常见的 家用的平台主板的情况下 4.090就只能跑到4.0x8的速度 于是我们也测试了这种内容 结果发现 其实对于Stable Diffusion的图变性来说 几乎是没有太大区别的 这里我们使用了4.0x8的实验方式 是把插槽降到3.0x16 3.0x16和4.0x8的代官是一样的 甚至即使是插到走芯片组的PCI 4.0x4 画面效率也并没有去降近多少 也就是小几个百分点 所以说PCIe这个带宽的问题 不用太担心 这样其实组双卡就会很多便宜的选择了 因为目前主流的 Intel的闭合认系列主板 这下面基本有一个PCI 4.0x4规格的 x16的插槽 反而这个使用面的问题是 409.0它基本是三槽 甚至三槽半的卡 选择机上的时候就得注意 它有几个PCIe插槽的位置 或者说你干脆去用PCIe的延长线 接下来是PCIe的一些相关前半化 竟然都拿409.0来测试了 我们就顺便测试一下3DMark和实际游戏中 PCIe带宽对于409的影响 490取保PCIe 4.0x8甚至乘4 到底有多大影响 先至3DMark 可以看到 除了专门测试PCIe带宽的PCIe特性测试 能直接开出带宽区别以外 常规的理论显卡得分 4.0x16和4.0x8甚至基本上没有区别 到了4.0x4才稍微掉点性能 大概是8%左右 i64的GPU的测试也表明了 除了显存的读写受到PCIe带宽的影响比较大以外 此外性能的影响都不是很大 接下来看下实际游戏分配是4K 除了4S Code的低画质之外 其实游戏都是最高画质 游戏中的平衡帧数区别其实和跑分类似 4.0x16和4.0x8差距不大 但是4.0x4就有10%左右的区别了 追征方面 x16和x8其实还能接受 除了采用录像围攻最低帧低的8%以外 啥都是和平均一样在2%和3%之间 4.0x4这些就会掉得非常多了 所以说打游戏还是非常不建议 4090去跑在4.0x4或30x8上 但是那些还有老平台的就比较只想只换显卡 平台也得跟上去 虽然4090在不同的PCIe速度下的测试表明 4.0x8的带宽其实并怎么影响4090的发挥 不过讲究玩笑话 一张2万块钱4090 就算按照损失2%的性能 也快400块钱了 买几万块钱的电脑的人 到底会不会就在意这400块钱呢 以上都是和显卡相关的测试 接下来是内存和CPU分的测试 看看这部分能不能省点钱 内存频率第5第4内存有没有区别呢 CPU我们用稍微差一点的有没有区别呢 我们也测试了一下 所谓的内存设置图 DDR5组选择了16Gx2 4800这代默认规格和6000C30的游戏规格 DDR4选择了8Gx2的3600C18 还有3D2C16的两种规格 从结果来看 用D5还是D4 高频还是低频 基本是没有区别的 4900表示都能吃得消 CPU部分我们则是把这颗1370KF关闭的所有小盒值保留了6个大核心 并且把频率降低到了4G 并且频率也降到了4G 模拟一颗i51240F 不过三环是无法关闭的 所以三环还是i730M的三环 结果是性能有一滴滴的损失 类似于4.0x16降成4.0x4那种 所以CPU性能这块不予太过担心 不过我们还是推荐去i51340F起步 但是测试过程中我们也发现一些和内存相关的问题 比如说我们1080P的图片每张大约大小是4MB左右 生存完图片可能会被存放到内存中 一旦生存的图片数量过多 内存就会被占用的很多 我们使用了DDR5三超级乘2的内存跑1080P分率的图片 跑8000张 每张图片迭代24 一开始的时候内存占用是7.6GB看着还行 第二天下午就占用了40多GB 到了第二天晚上也就是22个小时以后 内存就占用了60GB 而且在图片出现阶段内存可以直接吃满 电脑会假死 所以16G只能是平时鲜的无聊 简单跑跑画画 如果要正经生存图片的话 还得去准备较多容量的内存 也就是说虽然对内存的性能要求不高 但是对于容量的要求还是比较高的 尤其是7张24小时不间断运行的图片用户 那次容量还是越大越好 没有上限 DDR4三超级的一根也就400块钱了 直接插两个三超级算了 后续觉得不够用再去加 主要投资还是以显卡为主 功耗和温度方面 409E在跑512x512这种小图片时候 其实负债并不是很高 可能是因为迭代次数太快了 导致GPU占空比更低 功耗大概是300W出头 而跑1080p倍率的图片功耗就是400W了 比打游戏的功耗还要高一些 考虑到很多人跑图的电脑肯定是不关的 甚至是7张24小时不间断运行 同样单卡的情况下 比两年挖矿的时候的发热还要大 所以说机箱的三热投风还是要做好的 不不敢看 407显卡逃过了挖矿 最后还是没能逃过深度学习 简单总结一下 AR绘画非常看重显卡的TensorCode性能 407显卡的优势非常大 有招问的需求应该是优先考虑407显卡 如果说有多张显卡也可以分开跑 对于PCIe带宽要求并不大 对于CPU和内存性能也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主要还在显卡上面 另外如果是重负载的密集型的跑路的话 还是需要准备去大量的内存 并且做好显卡的散热 最后我是给同学选择了i5 1340加热门级的Z690加3上级乘2的D4 加3DPM9112T加西数企业级硬盘16T加上运动电竞判客的4090两张加海盗传780T加海域Prime P31300W白金电源 几箱又塞了几个利民的便宜风扇 相信这个配置给它做AI绘图还是足够了吧 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不知道要看我们视频 对你选择AI画图的电脑配置有什么帮助呢 欢迎留言弹幕与我们交流 如果观众朋友点个小点 还有点个赞金我们是全职youtuber 节目节目的动物翻转 能够更多电脑自动的话可以关闻微信公众号 潮玩客CNLK如果想购买电脑的话 可以连上淘宝店铺潮玩国度数码 或者淘宝搜索商品潮玩客 在潮玩客我见过 下期再见 拜拜